接下来要上的内容叫做月音三要素 另外还有我们简单带一下噪音 月音三要素是一个常常出现的重点 尤其是有关于音调的部分 我们人耳能够感受到月音的不同 就叫做因为月音三要素不同 声音之水不一样 就是这个月音三要素不一样 月音三要素有响度音调跟音频 记得响度音调跟音频 然后要晓得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东西决定 有没有单位 有单位单位是什么 月音三要素响度音调跟音频 第一个叫做响度 意思就是声音的大小声 就是音量 就是你在听音响的时候调的那个大小声 就叫做响度声音的大小声音量 它是由政府决定的 因为它是跟能量有关 所以它由政府决定 它单位叫做分贝 单位叫分贝 零分贝指的是人耳听觉的下限 不是指完全没有声音 人耳听觉的最下限 那叫做所谓的零分贝 然后它的那个数学计算式也是对数 国中没有交 这意思是告诉你说 不是20是10的两倍 然后是40又是20的两倍 不是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对数关系 不过高中才会跟你讲什么叫对数 OK分贝 然后人耳听觉下一个叫零分贝 然后呢 一个零界线看一下 就看一下就好了 那个基测考的 基测会考的机会不大 但是你以前碰过那种啊 什么会干扰学习啊 什么会有什么耳痛啊 那个就把它回去看一看就好 然后呢 用传声筒 用听诊器之所以能够听得清楚 之所以可以把东西传得远 都是利用一些反射的关系 把我们的正符 也就是我们的响度保持住 所以你就会声音就够大声 你就听得远 听得见 所以它可以传得比较远 传比较远 好就是了解一下 我们比较爱考的叫做音调 音调是声音的高低 高低音 抖日比发收 那个高低音 高低音 它是由频率决定的 它的单位叫做赫兹 这是我们前面教过 频率的单位叫做赫赫兹 频率决定的 这个是重点 我们考试几乎都在考证 如果是相同材质 越轻薄短小颈的 音调就会越高 所以考试考过什么吉他弦 小提琴 编钟 什么之类的 问你说谁的声音高 谁的声音低 那就是这句话 相同的材料 相同的材质 越轻薄短小颈的 音调就会越高 我们后面会做一些题目 就这个 我们考试基本上几乎都在考这个音调 然后音调就是声音的高低 然后呢 有个现象叫做所谓的共振或者是共鸣 敲A音叉 音叉会响 这个现象叫做共振或者是共鸣 那么两个东西要能够有共振的条件是它的频率要一样 A频率400次 B频率400次 敲AB就会响 如果A频率400次 B频率560 敲AB就会响 这是另外一个考试的重点 怎么样让它会有共振的频率要一样 那么 共振的时候 我们通常所谓会说政府会增加 声音会变大声 所以我们说有共鸣家 我们说谐乐器都有个共鸣家 让我们的空气产生共鸣 声音才会够大声 才会传的比较远 传的比较远 波琴最简单的 我们要教波琴 讲到音频就要捉起 因为那是音叉 音叉是因为只有一个声音 所以它只会跟一个频率共振 所以可以把它当作调音的工具 然后调音的工具 那么这叫人耳听取的范围 22到22万2 所以太低音太高音的 都听不见 我们叫太高音的叫做超声波 超音波 超声波超音波 太低了我们没有国座没有教名字 它也有名字但是我们没有教 然后呢 然后我们的蝙蝠的飞行 或者我们的声纳 都是利用超声波超音波 还有妇产科 你爸 女妈妈在生理的时候都做过 他做过检查 检查都有穿过检查看那个情况怎么样 好现在也是现在越来越进步了 现在 影响越来越清楚 另外一些医学圈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所谓的灰破碍性检验 然后这是你最常要眼睛看到 去洗眼睛的时候 帮他去刷一波震荡 把你眼睛洗干净 ok 最后回到音体叫音色 就是声音的特色 它是由波形决定的 波形我们前面教过是由基因 刚翻译组合而成叫做波形 波形 就是你的特色 能够闻声变人 听到这个声音都知道这个人 就是因为你的波形 就是因为你的特色 就是你的音色关系 因为你音色的关系 所以可以闻声变人 这个是小提琴发出来的 这个是钢琴发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音色不一样 来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表格 看一下 刚才跟你讲 不知道知道什么意思 要知道由谁决定 如果还有单位 要知道单位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有关于月音三要处的重点 Ok